第一就是說我們這邊有了解 這個交通部航港局日前 請來這個台灣宮崎駿之稱的 這個繪本作家玉米城 製作這個守護大海的人 這個繪本 那我們知道在4月底 因為這個我們新就任的交通部長 這個交接後 我們這邊得知就是 航港局這邊馬上接到緊急通知 指出說 王部長你這邊有要求 這個2000本的繪本要重印 原因就是因為這個上面的這個部長 已經換人了 那甚至有這個我們的繪本的作者來指引 因為內容完全沒有修改 只是因為這個首長來換人 要來做相關的這個重印的動作 甚至有提出說可能 原本的部分要去做銷毀 那請問這個部分是不是部長來 跟我們具體回應一下 我跟邱瑋報告 我事業上任 當時我記得他們有簽收以後這些書 因為過去有一段時間的書都是由 由部長當發行人 或是有些書是由部長寫序 貼照片 那我是個人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在局裡面 那現在到底有沒有重印 有沒有重印 實際上有沒有重印 我先把他講清楚 我一直 我當時只是對我們所有局處的一個宣誓說 以後不用把部長的照片放在第一頁 你們就各局處去發展 我只有這樣 我不知道說後面有什麼已經印好 比如說是前部長的書 我這方面不知道 那實際上現在到底有沒有重印 那原本的有沒有銷毀 因為我們得知原本已經印了2000本了 那有時候要銷毀要再重印 那這樣其實是一個浪費 這個實際上現在的狀況怎麼樣 那如果重印的話這個費用要多少 對 跟委員報告 這個部分 就陳如剛剛部長所提的 部長完全不知道當時是已經 這個書已經印好了 那我想 可能 航空局沒有清楚跟部長報告 那沒關係 局長那現在到底有沒有重印 那現在是已經有 因為那個 他那個作業的關係 我們有問那個印製的廠商 他沒有辦法 就這個部分的內容 直接用抽換的 所以現在是有重印了2000本 所以原本2000本 現在重印了2000本 那原本的2000本 是林家榮部長的名字 那個是要銷毀掉 還是會繼續來使用 這個部分 我昨天晚上 這個 第一時間有問我們的同仁 那個 反而同仁跟我講 是放在庫房 是有保存的 那早上我到這個 辦公室的時候 到庫房了解 後來秘書室才跟我報告說 因為 那你現在這個重印2000本 那現在這個費用增加多少 大概30萬元左右 我想這都是人民的血案權 我想今天我們是釐清這個事實的真相 我們希望說在這個 相關的這個 譬如說這樣子繪本的 這個藝術創作 其實還是要以他實際的 我們實際的 當時的目的為主 不要有太多這些其他的程序上或政治上的考量 造成浪費 好 我在4月20號上任 因為我有看到說過去各局處 交通部各局處的書籍都會由部長來當發行人或是由部長來寫序人貼照片 所以我上任以後就有提到說這個部分要尊重這個原創者 然後我也尊重這個各局處的努力 所以我只有一個 痛案的一個決定 就是所有的部分不需要貼這個 部長的照片也不需要貼我的序人 也不要把我當發行人 這個各局處有努力就各局處自行來辦理 我全部就只有下這樣一個痛案 那關於他們所提的蝦尾這個事情 我完全不吃情了 我只是希望說以後就不一定要把這個部長這麼標顯在每一個這個著作裡面 Viva Viva Viva